女人哪,嫁给谁都会后悔,嫁给有钱的男人,食有余,出有车,豪华别墅,锦衣利服,这种日子应该很不错了吧,可是男人挣钱,需要时间和精力,忙于应酬。 嫁给这种男人,等于嫁给电视机,嫁给了美容院,空有一份表面上的华丽,内心的苦涩,有谁知道? 嫁给帅哥,是自取灭亡,帅哥儿长得帅,眼欲来得也快,就算帅哥儿有心只爱你一个,也顶不住别的女人不管不顾的爱心奉献,你的婚姻就成了一场你放唱吧,我登场的闹剧。 嫁给有闲的男人,他每天按时回家,还做得一手好菜,愿意陪你逛街,还会教育孩子,你应该无遗憾了吧。 可是这种男人往往能力有限,没有很多的钱,你必须和他千辛万苦的一起打拼, 看到别的女人养尊处优,你就会不甘心,别人怎么嫁个钻石男人,自己怎么嫁了个破铜烂铁, 嫁给会甜言蜜语的男人,你的心情会格外舒畅,这种男人善于发现女人的美。 你换了一个发型,换了一件衣服,他都会及时发现,并马上赞美。 你会在这种被人欣赏的感觉中陶醉,可是这种男人也很善于发现其他女人的美。 他会把甜言蜜语说给很多女人听,一不小心,就会在外面竖起几面彩旗。 嫁给朴实捉纳的男人,他对你毫无二心,对身边的美女,绝对可以目不斜视。 可是他往往迟钝的可怕,你换了一双新款的鞋子,都一周了,他还没有发现。 你问他,涂哪种颜色的指甲油好看,他通常会一脸茫然,你会觉得他缺乏情绪。 你也许会说,嫁给哪种男人会比较好呢? 是不是既有钱又有闲,既有情趣又忠贞的男人,肯定不会后悔。 是这样的,但是世间是没有这样完美的男人的。 即使有,我们也配不上,因为我们自身不够完美。 女人嫁谁都后悔,所以只能守着一份凡俗的婚姻,谁也不能幸免。 因为我们都是有缺点的人,这就是生活。 不要抱怨,多看优点,知足成乐吧。 如果你也赞同的话,就请点个赞,并将本视频分享到朋友圈。 看完不过瘾,看完还想看,微信搜索广西二货村。 我们每天都有最新最逗的广西仔搞笑视频,看到你爽爽的。 微信搜索广西二货村,添加关注,下期精彩。 等你来。